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游戏 雨后 快說 快准出来 快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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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进去 天和 这不会是分手酒吧 王爷 歉 老大人 亲儿死 你又拿我开心是不是 我红旗打了一辈的高努 没有老婆 没有儿子 你呀 臭不着我 先生 您是哪里来的 看着面熟 面熟 我是从北京来的 难怪两位先生趣语不凡 先生 您是 我来上海也太久了 明天我跟陆的人一起回北京 老天爷真会跟我开玩笑 这么大个上海 偏偏让我遇见你 可是见到了你马上要离开我 偏偏 别这样对我 好你个相伴了 敢吃我们小姐的豆腐 我看你是活得不赖乏了 快 走 走 过头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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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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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温公司 快走 前怕洋人 后怕媳妇 维维缩缩的 你像个爷们儿吗 谁说我不是个爷们儿 我就留在上海了 我看他们怎么着 既然这样 我就高价买您的水仙盘 你们二位在上海的美好生活 也就有了保障 苏宁小姐 这您得容我再回去想一想 回车您就出不来了 陆大人不会再让你跑出来 昨天你们进酒吧 你们的命就没了 陆大人自己安排黑帮火拼 赏着机会杀死你 这么黑啊 不会吧 你不信 在北京你被绑架了一次 难道 还不知道 陆大人 既然你都想好了要离在上海 这段时间要好好考虑考虑 这段时间要好好考虑考虑 我等您的答复 这样吧 你们在这段时间就 就在这儿 不用担心 费用我来负责 不用 谢谢了 这钱 我也有 难得咱们能坐在一起 我先 你们俩有什么话今儿都说明白 我看不得这别扭地儿 生子 你真打算在这儿待下去了是不是 这儿没什么不好 安生日子你过腻外了 安生日子 我就没过过 我就不明白了 清清白白过日子 哪条路走不通啊 那是你的 不是我 什么你的我的 你要是爷们 就把话说清楚 莲花 你踏踏实实回去过你的日子 甭管我 别人当土匪我不管 你当土匪我就得管 今儿说到天去 我也要把你带下山 莲花 这人哪 都有转不开磨的时候 生子兄弟也有他的难处 谁没难处 你们当土匪就没难处了 生子 莲花这话说得对啊 这跟着我混的兄弟 那可都是被逼上来的 要是能选 你哥哥我也不干这儿了 你再好好想想 我先不回去 等你想通了 咱们一块下山 生子 人家莲花这份情谊可够重了 您小子可别不知好歹 赶紧下山去 昨天我派人打听过了 的确是日本人干的 他们是想杀了你 然后再控制住天河 再把水仙盆弄到手里 他 太吓人了 太危险了 路的人 我可再也不敢出去了 我就住在您这儿了啊 行 今天你就住在我这里 不过 明天你得把天河找回来 这天河还在他们手上呢 我去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日本人既然控制住了天河 你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你放心去吧 我派人暗宗保护你 你说我上哪儿去找天河呀 洗珠子在哪儿 你就去哪儿找 对 对对对 今儿晚上我唱得好不好 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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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生我的气呢 我干嘛生您的气呀 那怎么这几天 你又不回呀 这几天 住在朋友家里 是不是外面 有情人了 二爷 你又乱猜了 朱子 我可从来没有勉强过你 只有一点 不准你欺骗我 我会想起来 不过来 我会想起来 不过来 你也会想起来 你这些人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你又不是外面 你真的不过来 在我来 都没想起来 不过来 我会想起来 你还认得我吗 帮我回去 王爷 喜老板 你还认得我 帮我回去 听说在上海大红大紫啊 恭喜 恭喜 王爷 好久不见了 有什么事 您冲着我来 天鹤 很想让你接喜老板一起过来 你可到会儿 俩人全跑 害得我和陆大人 溜溜地等了一晚上 舅爷 我们 昨天晚上我 是不会跟你走的 人不风流 王少年 男人 高高女人 这也没什么 这些 就由我懂 但有一点 不能耽误了正事 你管不着我们俩 你俩 你俩什么呀 天鹤是我的外甥女婿 你是齐二爷的什么人 你心里不会不知道吗 还你们俩 天鹤 走 跟我回去 舅爷 你可给我想好了 争议可以不做 陆大人可以不管 可北京那边 莲花你是不是也不要了 我告诉你 完了事到六国饭店找我 我和陆大人在这儿等你 我都并不做了 死了 当下 这么多了 你也要了 我再给你帮我 我都要困難 我也是 你怎么做 赵大人 我给您倒写来了 我今天把天鹤给抓回来了 人呢 我让他玩了事马上过来 他现在正跟喜猪子在一块 他还真不想回北京了 遇到了从前的相好 两个人过得美滋滋的 别的 都忘了 我明白了 爱情 爱情 这真是个麻烦 你就打算一直不说话 想说什么就说吧 没什么可说 行 你不说我替你说 我知道你怨我 愿我当初没等你 嫁给了天鹤 愿我看不出来你对我倒好 愿我那天删了你个巴掌 我没怨过你 生总 我告诉你 这都是命 人的命是老天爷注定好的 以前的事就别想了 就认命了 认命 我凭什么认命 老子天生就不会认命 不认 不认就能怎么样 你给我回来 你干吗去 还麻醉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能对不起自己个儿 我要痛痛快快地活着 你去当土匪 你就是对得起你自个儿吧 不认识 莲花 不想活得那么憋屈 盛子 我告诉你 你要去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我就寻死去 莲花 咱各有各的活法 这是何必呢 盛子 咱俩虽然没能做成父亲 但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 只要有我在 你就不想去当土匪 孩子想埋伯人的事了 我对你不好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看我在上海待的也挺久的了 这北京那边该齐了 北京 是莲花吧 天鹤 能在上海碰见你 是我的福分 也算是老天爷欠我的要还我 我没想争云分 真的 我就是想和你过几天 夫妻的日子 我知道我自己什么身份 我还是让你心里惦记着谁 竹子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北京那边 行了 你放心吧 我答应过你的 我一定不会说 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地 陪我过上几天 让我对你好 你帮我圆了这个梦 好吗 好 二魁哥 我想好了 这就对了 跟莲花回去吧 兄弟们在城里边也能有个借用 张子 这碗酒就当给你们送行了 好 你们赶紧走吧 我就不送了 二魁他们肯定遇上什么事而已 那你看看去吧 得嘞 那你在这儿待着 等会儿我 你进去吧 你进去吧 不进去了 我一个人老呆在后台也没进 那行吧 那你去酒店歇着 嗯 走 哎 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这样对我 我要告诉崔二爷啊 放手 干嘛去 告诉崔二爷 我告诉你 这崔二爷让我们来的 走吧 走 走 放手 上这去 走 二爷 洗珠子我们给你带来了 怎么处理 带上 顾 你们多下去 哎 二爷 既然您什么都知道了 我不能骗您 洗珠子一条贱命 随二爷处置 但只求二爷看在珠子坠水昨年的情分上 饶天和一命 你甘心为他去俗 求二爷成全 我错了 我对不住你 二爷对我的好 永生不忘 你动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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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掩浪 不是 你什么说 raus 老大 都这么聪明的 咱们往后跟不回 二爷 这些年来 我一直把你带在身边 知道 你不是情愿的 你一直在想着天河 好 既然是一致死 我也就不罚你 二爷对我的大安大德 喜初子 来世才报 好好的长期 好好的过日子 我们就此了断 这你拿着 我不能要 留着应激 二爷 你多保重 你多保重 再来 你多保重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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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老大 谁 老大 你才看着 我 老大 老大 犯 累了吧 不累 这点路算什么 你还挺能跑的 你说这紧赶慢赶的进了城 天也黑了 药店也关门了 不着急 明天咱一早去 萨什么 浇圈 躺火上 我说你给赵王爷 吃这么多好吃的 就不怕他粘牙呀 呦 这关师娘没跟你说过呀 这每年小年呀 赵王爷都要上天 到玉皇大帝那儿汇报工作 给他吃这些甜的呢 就是让他嘴甜 只说好的 不说坏的 感情赵王爷跟巡警似的 得吃贿赂 得 等我吃饭吧 别回北京了 留在上海陪着我 做的 你怎么了 启儿爷那儿 我再也不用去了 他今天把我叫过去 我们都说清楚了 真的啊 嗯 他都说什么了 启儿爷仍很仁义 他不但没骂我还给了钱 让我们好好地过日子 真的 真的 天和啊 别想太多了 我们能落到现在这样 真的很不容易 让我们每分每秒都在一起 永远都不分开 来 让会儿 喝了 嗯 又惦记着天河呢吧 你说他跟舅爷 他们两个在外边怎么过的小年 走了好多天了吧 这人呐就跟着天上的月亮是吧 说变就变 今儿跟昨儿的就不一样 人呢又跟今儿的也不一样 别想那么多了 吃饭再喝点 天河 天河 我好看吗 好看 走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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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找的黄莲苏我都要了 这北京城没闹力气 你要这么多干吗 您甭问了 都给我吧 卖给你没问题 可问题是 你有钱吗 洋药 可不便宜 够了吗 够了够了 您稍等啊 给您送府上去吧 不用了 不用了 生子 梁花姑娘 哎 谁病了 哦 拉利己去拿 拉利己 你一个人能用得了这么多料呢 嗨 生子的老家闹利己呢 也没有卖洋药的 这不是我们帮忙吗 我怎么觉得生子是北京人啊 你哪来的老家 河北济县 我是首领的八旗出身 生子 咱得连夜出城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甭跟着我 啊 不行 我得跟着你 我怕你又不回来 咱换这条路走 我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 好 咱长 我需要把人带忙 带人 带人 王爷 你不想着把天鹤带回北京 怎么反而是天天来这儿听戏啊 我这不正想着呢吗 这戏里有办法 有 有什么办法 我这正想着呢 你这一来口打断了吗 这喜珠子是这儿的名角 天天都这样满座 对 喜珠子在这儿唱红了 肯定是不愿意离开上海 只要他有钱 就是养了天鹤 那也没问题 我明白了 我有办法 警长来了 有什么事 您就要寻补吩咐一下 还自己跑来了 老爹啊 这是我长官的朋友 您好 想帮喜老板的选厂行吧 行 好事 您请坐 您请坐 这是一千块银元 不过 打今儿起 你七天之内不准再卖票了 连海报也给我撤了 够吧 那我的局 不就完了吗 你们厂子私下卖鸦片 有人把你们给够了 我再给你加一千块银元 数数吧 不用了 谢谢 谢谢 我的要求是 园子里不允许进一个人 一千块银元 这两 declans 一千块银元 再还要 一千块银元 一千块银元 可以 也要 在我们家 卖口 我听到 你以后 你听到 写莲花救命 谢谢 莲花姑娘 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啊 刘巡长 给老家送药去了 河北济县什么时候搬山上来了 是走错路了 还是把药送给土匪了 刘巡长 这我们两个可没干坏事啊 是啊 治病救人嘛 不算坏事 行了 你们走吧 我要到你们老家去看看 刘巡长 您说得没错 我们这是走错路了 生子 你别梦我了 这次要不是你们带路 我还正愁找不着这帮残匪的窝呢 刘巡长 赵尔葵他们不是坏人 莲花哥哥呀 在您的眼里呢又没坏人 行了 你们走吧 就当我没看见你 刘巡长 您什么都别说了 人各有命 今天这帮土匪的命 算是到头了 你给他们送药 能治他们的病 但是治不了他们的命 走 走 走 在这边 你为什么要带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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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土 乔甚至乔 相 ropes 我哦 可惜 可是花了大钱了 你呀 就当赔了吧 这是公布局要飞的 公布局 我们一个唱戏的 怎么招惹公布局了呢 您看 你呀 该聊得了 该走得走 别等 我也不用神说了 他是斧头帮齐二的人 他找我们麻烦 怎么办呢 齐二爷你就跟他掰了 现今是洋人说了算 你就放心吧 齐老板 辛苦你了啊 来 请坐 今儿是谁的场子 包了几天啊 齐老板 您今天何必要唱全场呢 打小师傅教过 只要是出了虎渡门 天大的事儿 也得把这戏给唱完了 我知道您是个烈性子 不过我还是要劝您一句 您最近得罪谁了 我没得罪过谁啊 从今儿个急 您就不要来我这里唱戏了 你可是跟我签了一年的合同 我要是告你 你得赔钱的 薰补房 可盯了咱们两天了 照这么下去 我的肠子可就要盯不住了 不过我还是给你提个醒 你得罪一个外国人了吧 陆德维希来过 我不知道什么得东得西的 你呀 赶紧回家 保命要紧 怎么 来看我的笑话 哪能呢 朱子啊 陆德人 说有事儿找你 我特意在这儿来等你 走吧 陆德人 喜珠子我给您请来了 有什么话您直接跟他说 陆德人 听说 你包了我的场子 但不许别人进去听戏 我想问一下 这是为什么 我喜欢一个人拥有美好的东西 不管是人还是物 你们男人的事情自己解决不了 扯上我一个弱女子 这算什么呀 你不要激动 名人不说暗话 喜老板 天和他该回北京了 他回去之后一切正常 你照样唱你的戏 不就是让天和回北京吗 我还就偏要留住他 好啊 那你就留吧 但是你不要忘了 在上海可是一个洋人说话 比中国人说话都管用的地方 想想你自己 想想戏园子 希望喜老板不要做后悔的事 谢谢你们提醒 陆德人 怎么样啊 席驴看唱呗 走着瞧 生子 怎么样了 还不知道呢 二葵他们逃得出来吗 都病着了 哪还有劲打仗 这回恐怕真是凶多吉少 他这少是突然有本事 邀请我 他也是犯狂的 我跟他一味道 因为他预队的 主要是有本事 要是一般人吃的 有本事 你需要多吉少 Joon 我还在过前面 事说我 好多吉少 别说这些了 将来呀 咱们得好好地活着 好好地过日子 听你的 以后我踏踏实实地拉车 挣钱过日子 回去睡吧 你怎么给我查仔细点 你们活着都给你帮我 二回 你没想到吧 你现在 你也来个痛快呢 二回 二回 你死到临头了你看 来 来 怎么了 祝大 有心声啊 我不在美华唱了 不在就不在呗 咱们换一下 恐怕 没有人愿意再请我去唱了 有一个叫路德维希的人搞的鬼 他买通了剧院的经理 不让我唱了 对美希 我认识了 这就是路大人哪 他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他不就是想逼着你回北京吗 让咱们在上海 没钱赚没饭吃 杨人真不是东西 天河 要不这样吧 你把那个盆就卖给日本人得了 咱们要是有了钱 什么都不怕呢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个盆是莲花的 让莲花 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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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辈子欠她的 明真苦 主导 你别这样 我 天河 要不是因为我想给你买辆车 去唱那个堂会 我们俩现在不至于落成这样 这可能都是老天定的吧 如果你回北京了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我们俩 is hospital 非常快 pies 你说是我对你 那年初人的 anybody col者 摁摁摁摁摁啊 谁呀 我这半天经理 您开一家门 我等一下 沐浴的对白 孤单一片海 海的中间 是我飘的船 你是我的半口 想要听到 却考不了爱 黄红红是 吹乱我的海 不管经过多少风浪 现在到达了彼岸 却发现已经 过了别的船 你是我的半口 想要听到 却考不了爱 狂风 总是吹乱我的海 不管经过多少风浪 现在到达了彼岸 却发现已经 过了别的船 我是孤独的翻 瞧拨的船 找不到干完 何处才是我停泊的 啊 啊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